埃格努,巴奇二人为什么不选朱婷为世界最佳,这三点或是主要原因 小编提醒,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多谢您点赞,欢迎您评论 国际排联队世界排坛各个国家的女排运动员进行采访 并让她们选出自己认为的最佳阵容 土耳其联赛瓦基福银行的三个球员拉西奇,斯洛特耶斯,罗宾逊都接受过采访 当今排坛最具实力的自由人德吉纳罗,保加利亚女排的自由人托多罗娃 日本女排的自由人佐野幽子,这三位自由人也接受过采访 他们在最佳主攻的位置上都选择了朱婷 如果说朱婷的队友需要避嫌,那么伯斯科维奇作为朱婷的绝对竞争对手 上诉的三个自由人也是极具发言权的,他们对朱婷的肯定说明了一切 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,采访的人多了,总有一些奇葩的观点 意大利女排的接应黑妞埃格努,以及贾希尔巴奇说出了自己的奇葩观点 他们在选择最佳主攻的时候,都没有提及朱婷,巴奇是主攻出身,把自己和希尔当成最佳的选择 我们只能说这个被称作贾希尔的巴奇是太自负 联赛中一传道位率不足50%,扣球成功率低于45% 贾希尔巴奇和一线主攻的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在这一点上,日本自由人,保加利亚自由人就很有自知之明 他们都选择了德吉纳罗为最佳 但埃格努和巴奇为什么不在主攻的位置上都没有选择朱婷呢? 我认为原因有三,分别是国家队交手战绩因素,俱乐部交手因素,和人情因素 近年来瓦基福银行和埃格努,巴奇所效力的诺瓦拉少有交手 即使瓦基福银行在欧洲赛场所向披靡,在世界俱乐部范围也一支独秀 但埃格努和巴奇都不是亲身经历者 在国家队的比赛中埃格努主打的比赛 意大利女排对阵中国女排的战绩为全胜 也就是说朱婷还没有带队击败过埃格努的意大利 这难免让埃格努有点自命不凡 尽管中国女排在世锦赛上击败美国女排 但那场比赛主打的是拉尔森和希尔 在贾希尔巴奇主打的比赛中,中国女排也未曾战胜过美国女排 巴奇和埃格努效力于一甲 他们也很少和朱婷一起参加国际排联的活动 一句话,关系不熟,所以把票投给了自己的队友,也很好理解 只希望在今后的比赛中,朱婷能够带队战胜埃格努的意大利女排 贾希尔巴奇的美国女排,带领瓦基福银行在欧冠赛场战胜诺瓦拉俱乐部 这样就能达到号令天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T